好 那我們先來讓老師測驗一下 您進到我們任務裡面的第一個 數位教材的編輯編輯 這裡有一個叫做YouTube影片 品質裡面中的那個數字 代表的是什麼 影片的寬度還是高度 您進到這裡面來 我們都知道這個如果你點下去 我們會看到哪裡 看到這邊 請問我指的是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那數字越高代表什麼 品質越好 但是我們既然要做錄影 錄影 有影片的寬度跟高度 那這個代表寬度還是高度 那您呢 在這邊選擇 從這邊去選擇一個 點了之後 看你是要寬度還是高度 還是你覺得我會放在這邊 沒那麼簡單 隨便你齁 選好之後上面這裡有沒有叫提交結果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呢如果你想要看看別人的 回答情形如何 您在這邊 各位的我有開放 您這邊會有比較進度 您也可以把它按一下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同學已經回答 你看剛剛的有沒有 只是這些老師都忘記改名字而已 對不對 這樣誰在看 你看已經有人回答完了 對不對 打勾只代表他回答完 正不正確還要看一下 所以我會點到這邊來 喔還沒有 還沒有回答 這樣您了解嗎 那我就等各位一下囉 來 好現在大家都回答好了 我順便講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這樣大家在回答嗎 請問那段時間要不要錄影 我都沒有錄影 我都有暫停喔 因為我這是同一段 所以我現在才繼續錄 你看我右下面這裡 有沒有在錄 有 我剛剛是暫停的喔 所以 像這樣有沒有都看到了對不對 那我們馬上進到這個上面這裡 你看一下吧 喔 所以說 很顯然 今天 能夠回家的 只有很少數的人 各位不要難過 這個網路上一普查 跟你的 都差不多了 大家都以為是寬度 實際上是高度 實際上是高度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這邊 事實上如果您連到這個 YouTube上面去 沒有錯你會看到好多 有沒有可能比剛我們480還是高的 有 有啊 隨便都有 好 我們看這個啾啾鞋 You need a website 好 不管他 在這裡 因為這是廣告 所以沒有 一定要看我們的廣告 好討厭 With Wix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professional website 好 去配的叫我們是啾啾鞋 好 在這裡 有沒有比他要高 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喔 你看 我們 這個 剛剛既然講這叫高度嘛 所以呢 我們從這裡來就好了 這個叫320 乘以240 也就是我以前大學時代的VCD 就是這個規格 然後這個呢 360就是640 乘360 這個規格大部分在什麼時候 你會看到 一般把影片放在人家的文章裡面 或部落格裡面 大概就是這個尺寸 那麼你在往上走 480指的是720 x480 這個呢就是我們一般的DVD的品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 比VCD來的好看一點點的吧 再來往上720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以上好像後面有什麼 對 這個呢 一般我們就稱作高畫質的 所以這個是1280 乘以720 720 那你在網上呢 就是一般我們常講的 1920 乘以1080 也就是我們一般說 所謂的Full HD 像我們都會 現在的話 買那個一般的液晶電 電 就是螢幕 一定至少都這個尺寸 那有的現在筆電也幾乎都是這個尺寸 甚至有更高的 請問有沒有再更高一點 有啊 現在如果你打個關鍵字 4K 甚至怎麼樣 最高有8K 您可以看到8K的影片喔 你就看到那後面數字 就一直在上去啦 從這邊 就很可怕 有沒有一直上去 這樣你了解那概念喔 好 所以先震撼降密一下吧 所以您就知道 如果您要錄影的時候 請問要錄多大比較好 越大越好 謝謝 其實一般啦 一般我們會建議老師 如果您要錄教學影片的話 可以的話 是至少要到HD以上會比較好 不過呢 有些時候啦 老師如果您是用那個筆電 或是平板 有的是只有1024x768 筆電為什麼會1024x768 因為你已經上投影機 呵呵 有沒有解析度就變了 就縮小啦 就比較 就是早期的投影機 都是這樣 比較新的才可以 有比較大的螢幕嘛 所以我們至少都建議 您至少要到HD以上的 這樣子其實我們再看會比較OK 當然 如果超過Full HD 對使用者來講 可能會比較困擾一點 檔案槍會比較大 我們要做錄影 這個車延網我們這邊講一下 我們要做錄影 老師 平常如果您上課的時候 或者您參加延期 很多時候後面都有在DV 對不對 對吧齁 尤其是延期或活動的時候 我問一下老師 好了 請問你會再借來看什麼 從此時程大學 有路跟沒路是一樣的 為什麼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檔案大 對不對 檔案那麼大 誰想要大學去 邊看邊撿 不要說看了 還要撿耶 這個要不要花很多時間 要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老師 介紹的這個 我們先偷看一下 今天我的路影 你覺得檔案會不會很大 很大我就回家了啊 你看 我們剛剛第二段 是不是講了十分鐘 48MB還可以接受嗎 一般啦 一般延期的話 我大概會一堂 兩節課的 大概兩個小時的 這樣一堂課下來 通常大概是一百多到兩百MB 兩百多MB 頂多到三百多 當然解析度越大 影片會比較大一點 可是三百多 您隨便帶一帶就走了 也沒有說還要 那個下一節課 因為老師要在上傳影片 你們先回家 我晚上就到了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就是傳輸上也好 不管你要傳到網路上 或是要帶回家 是不是都比較容易了 這個是我們 就是現在錄影一個趨勢 因為我們並不是說 把像這個 這種好像電影這樣 直接錄下來 我們都是錄電腦上的畫面 對不對 或簡報 所以通常檔案就會更小 好又更小 這個是我們順帶在這邊 跟老師說明一下 這樣 這一題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長姿勢的嗎 大小怎麼調 可以由螢幕解析度調 也可以 就是我們直接錄那個 錄影的時候 直接指定那個size 就是那個 我要錄的範圍 假設你都不選 就是全螢幕 那我也可以選 那我也可以選 我只要錄 那個1024768 那它就 你滑鼠動的時候 我們就那個範圍就跟著跑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有效降低 那個檔案大小 也OK 所以是跟你錄的螢幕的大小 如果你都不挑的話 就全螢幕 像我們現在就錄全螢幕 那就是 看我們這邊解析度多少 所以如果用小筆電路 它就是 小筆電你也不要小看它 有的解析度很高 像我們那個Mac的有沒有 解析度就都很高 它有的高達到2400多 甚至有到3000以上